老赖限价令你们听说过吗 这也是今天中午刚看到一个网友 在我的这个无条私信里面给我留言 他问他说一心姐 我也是负债十多万的一个负债人 现在出现了一个老赖的限价令 我本身就是跑这个出租车代驾 这个驾驶员职业挣钱的 这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呀 之前这个老赖限价令啊 记得好像是收到这个催修短信的时候 有收到过这个内容啊 但是我从来就没拿它当过事 我自己也没有遇到过 今天是收到了这个网友的一个提问以后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真的是有老赖限价令 但是大家不要慌 这个老赖限价令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关于咱们全国吧 某些地方也不多 就是区域性的 他们是有这样一个限制高消费的这个内容 他们加了限价令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防止有些人 他可能是属于老赖 是属于这个就是强制被执行人了 然后呢他名下有车 把这个车转嫁到自己亲戚朋友的名下 然后他仍然享有这个驾驶权 所以说呢 然后加的这一条就是说 叫限价令 它并不是说在全国普遍的地方 都实行的一个限价令 而且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驾驶非营运车辆 小型汽车 也就是说呢 你是开这个网约车呀 然后公交车呀 这种营运型车辆的 这本身就是你的职业 不受影响 所以说呢 大家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心 你像就是那个四川呀 安徽呀 江西呀 广东 吉林呀 在某些小地方 他们的法院是把这个限价令加上了 但是大部分地方是没有的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